想問一下實質題 因為今天早上民進黨團 他們有開一個記者會 他們表示說這個 國民黨立委如縣也沒有在場 但是卻可以去投票這件事情 曉星你稍微幫我們還原一下 好 我跟大家還原一下這件事情 就其實昨天早上在黨團會議的時候 那我們昨天早上黨團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有幾位黨的立委是沒有辦法到的 我們當時知道是有五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討論說 那既然有五位沒有到的話 我們到底要不要表決 那當天的立法委員們的想法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就算表決輸了 其實對大局沒有什麼太多的影響 可是我們都覺得既然假動了 那你如果沒有來 那你的名字應該要被登在這個 投票的表上面 那你要對你的選民負責 否則的話如果只因為有五個人沒來 我們本來說要表決就不表決了 那下次真的重要的法案難道能夠這樣嗎 我們寧可在不是這麼重要的案子上面 得到教訓 也不要在重大的案子上面失足 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假動 建立一個比較嚴格的紀律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 既然假動了 不管怎麼樣就人一定要出席 所以我們的黨團大會 達成這樣子的共識之後 那就決定變更議程然後去投票了 所以要投票這件事情 是黨團有跟所有的立委討論過的 好那到了投票現場之後 我們呢 因為我剛好我的位子是在 盧秀 對不起盧縣 差點講盧秀燕 盧縣1的後面一排 然後呢 也要跟大家說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表決器 那這個表決器它要先插卡 插了立法委員的卡之後 他才能去按 包含按出席或贊成或反對 都要插卡以後才可以開始 那插這個卡呢 是由議事人員插卡 不是由立法委員自己插卡 那議事人員會看 這些立委他人是否在現場 確認立委人在現場之後會插卡 讓大家可以去按出席贊成或反對 那可能因為盧縣1他委員他是比較低調 所以他其實當天也沒有簽到 也沒有進到會場 那事先也有告訴黨團說 他今天不會來 可是現場的議事人員 可能看到戴著口罩的丁穴中 就誤以為是盧縣1 因為有一點像 然後戴著口罩又遮掉一大半臉 所以議事人員就有插盧縣1那張卡片 然後導致後來就是 大家也都以為盧縣1有在 然後想說他在旁邊怎麼沒有表決 或許就有人去按了他的表決器 那等到第二次投票的時候發現怎麼 誒盧縣1的名字沒有亮燈 大家就開始找盧縣1呢 盧縣1剛剛不是在嗎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從頭到尾都不在 所以這個疏忽大概是這樣 那我覺得確實過程裡面應該是有疏忽的 因為他既然沒有簽到 就不會插那張卡嘛 那後續也就不會有人按表決器 好那但是這個事情 對整體昨天的三案表決是不影響的 我說明一次給大家聽 因為第一次的第一案的第一次投票的時候 馬文鈞委員的表決器有出了問題 所以他現場有告知大會的主席 也就是韓院長說 剛剛表決沒有成功 請求重複表決 所以呢在那一次裡面是重複表決 當第一案的第一次是不算數的 因為現場 因為機器都有可能有問題 所以現場表決 只要委員有當下就提出反應 那就可以重新表決 那這個部分民進黨他們也沒有表達反對 因為確實這是蠻常出現的情況 那就在要第一案進行第二次表決的時候 江啟成委員就進到了議場裡面 所以在第一案的第二次表決裡面 江啟成副院長他有投票 所以才投出了47比48 國民黨領先一票 所以第一案韓國瑜院長並沒有投票才是 好那所以說如果扣掉了 盧縣1委員的話 那就會是47比47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韓國瑜院長就會做出裁定 就會做出投票 那他站在國民黨立法委員的立場上面 也會跟我們一樣投下反對票 那最後的結果第一案 仍然是由國民黨的意見勝出 對所以雖然說這裡有發生一個烏龍的事件 議事人員可能有誤認的情形 但是其實以整個投票的流程順序來說的話 三案還是都最後的結果是國民黨贏的 所以我想過程當中有這樣的紛紛攘擾 當然是要檢討 因為這屆的新科委員比較多 那有時候又會戴口罩真的是不太好辨認 那我覺得議事人員也很辛苦 也不應該都去責怪他們 但他並不影響最後的投票結果 另外想問一下關於那個 有媒體報導關於震災 國民黨團要捐款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議員捐2萬 這個到底可以幫我們還原一下嗎 好 那其實呢 在花蓮的這個災情發生之後 是先由我們的黨團書記長洪孟凱 在群組裡面徵詢大家的意見 說是不是有黨團代表 我們黨團的立法委員 共同捐出100萬元 然後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同意 我去數了一下 有回覆同意支持加1的約莫有超過40位立法委員 所以大家在群組裡面都有表達自己的意見 裡面沒有任何人表達不同意 一個都沒有 就是有出聲表達支持的大概有40位 然後呢說反對的是0位 沒有任何人反對 所以那你大家想喔 黨團100萬 那我們大概有50位委員 那平均一人是交多少錢 本來就是2萬塊 所以我們本來就知道是要捐2萬的 那中間呢 魯明哲委員還說 那我們要不要捐更多 傅昆琦總召他還有在群組留言說 他覺得象徵性意義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對花蓮的關心 所以傅昆琦總召他並沒有要要求立法委員要捐很多錢 也表達了對大家的感謝 那過程當中似乎傅總召他私下有說 沒關係他自己捐就好了 可是我們黨團還是覺得 我們應該共同都要為這個花蓮的贈災一起來發聲 所以大家是心甘情願希望能夠捐款 來支持花蓮來幫助災民的 那所以既然黨團捐錢了 那當然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會來跟每一位立委收款 那剛好就是昨天的時候來收款 那因為昨天來收款不太可能說剛好當天立委都在 所以有一些人是還沒有交的 我自己也還沒交 但是我知道有來收款這個訊息 然後因為當下像以我來說 那時候人不在立法院 那就請助理來告訴這個黨團說 那下禮拜一我們會交再拿去給他們 那也沒有任何人打來催收 因為我們就知道要 本來就知道要繳錢 不管是今天還是下週一 那一定都會繳 也表達了 那所以並沒有所謂新聞報導講說的 還打什麼奪命連環call 好像很愛這個錢還怎麼樣 都沒有這件事情 好那昨天在黨團大會的時候 副總召也沒有針對黨團的捐款 要求大家什麼要趕快繳費或什麼的 沒有 他是在向我們的黨團的立委解釋 他過去在上一次花蓮大地震的時候的 有一個善款並沒有濫用的情形 比方說像有人質疑的 那個裝置藝術的100萬元 那是民進黨的議員提出要求要做的 他就是大概把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也說了因為太魯閣這次的災情非常嚴重 比上一次花蓮大地震還要嚴重 整體修復可能需要上百億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我們會一起 他也是徵詢國民黨的立委共同同意 向行政院要求說像花蓮這樣子 太魯閣這種風景名勝 對國家這麼重要的門面 應該要編列預算來去做修復 那也得到大家的認同 所以其實副總召那一天早上的會議 他是在跟所有的立委溝通 後續跟行政院去要求針對花蓮的震災 去做整體後續處理的情況 得到大家的同意 說明當下的情況 並不是在針對那一百萬元 在跟我們說要我們交錢 這個完全是與事實不符的 那反而這樣講了之後看起來好像說 國民黨的立委難道連兩萬都不願意交嗎 所以其實我羅志強委員 王宏威委員還有好幾位張家俊林佩翔 明天會到花蓮 那我們明天會到花蓮 額外再捐款給花蓮 那希望可以就是讓大家共同的知道 花蓮這次災情真的很嚴重 災民是很需要幫忙的 那不要因為網路一些會聲會影的流言蜚語 那就讓大家不敢去做愛心 不敢去幫助這些災民 所以我們會拋磚引玉 在這個黨團的捐款之外 額外的再捐出一些款項 共同來掙災 委員那想問一下 因為這樣聽起來 大家其實就滿懷疑這個兩萬塊掙災事情 那有沒有覺得說是 有沒有誰在亂放話之類的 我其實有找到一些關鍵啦 但是因為就孤隱其名 那我有提供給我們黨團的幹部了 就是說因為裡面有兩個消息來源嘛 一個是某欄緯一個是黨內人士嘛 那黨內人士的部分我有找到了 所以呢 我有告訴這個黨團幹部說 到底是誰在那邊胡扯 那也希望說可以嚴格要求 黨內要更有紀律 今天不是不讓說 包含是黨籍立委或是助理 跟媒體做溝通 可是你要本於事實啊 像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所有的我們群組內的紀錄 都可以提供查核的 這才是事實啊 不能跑去外面跟外人去造謠黨團 沒有做過的事情啊 所以我想我們有發現的部分 會跟這個總召說明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 面對花蓮的這樣子天災 應該大家需要一起同心 來幫助花蓮幫助災民 而不是在這個時候打這個無聊的口水戰 尤其他又不是本於事實 這讓大家都感到非常遺憾 那想問一下 今天民進黨團開記者會的時候 又有提到 怒批國民黨是反年改 根本是老路 還有藍白都想要讓改革走回頭路 那這部分怎麼看 其實喔 民進黨可能根本就沒有看清楚 那個年金改革的相關法案的提案 首先呢 在本來的年改的法條裡面呢 就提到了 是每五年要做一次檢討 所以現在已經到了五年檢討一次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重新檢討過去年改到底合不合一 需不需要改 是本來就明文規定的事情 這是合情合理又合法 那再來目前所提的這些案子 是個別委員的提案 那我看過之後呢 裡面比較不是說年金改革不用改 是針對有砍的部分去做停砍 所以它還是有做年金改革的 它只是變成一個比較溫和的版本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幾年整個CPI物價都不斷的往上漲 那公教人員也好 甚至像後續還會有軍人的版本 這些軍公教 那他們對國家付出了這麼多 在財政狀況所允許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要用過去民進黨版 這麼嚴格的所謂的砍年金的內容呢 因為說真的 五年檢討一次的時間就剛好到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裡面去檢討 過去的這一些改革是否合一 那我們就是從這個基準點裡面 那希望說很多年金的調整 是第一個可以根據 跟著CPI物價去做一些聯動 那第二個過去所砍的部分 那部分能夠停砍 它並沒有回溯變成是說 過去蔡政府砍的部分 現在還要還出來 都沒有這樣的情況 對所以我是希望 民進黨可以審慎的去評估 這五年來 年金改革真的做得好嗎 是不是有很多能夠調整的地方 大家一起共同把年改改得更好 而不是改得更糟 這才是面對社會大眾 共同應該有的態度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要幫助政治再問一下 就是那個盧憲義的 你們會知道說黨內是誰案調整的嗎 那會不會擔心說 議事人員之後變成那個 代罪人 其實是誰案喔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當下都以為他人在 所以大家只是不斷的在呼叫說 盧憲義人在哪裡 那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都不在 那當然我們也很擔心說 是不是議事人員最後會變成這個 代罪羔羊啦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民進黨 不要特別去針對議事人員 因為說真的 如果最後表決結果真的會翻盤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協商一下 看怎麼樣來處理 可是就如同我所說的 其實盧憲義那一票與否 並不會有實質上的改變 除非你說韓國瑜院長 是支持民進黨的版本 但看起來完全不可能是這樣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 應該是針對這個部分 在協商的時候 由韓國瑜投下最後那一票 所以韓國瑜院長如果一樣 是站在反對 複議的角度的話 那就是確認說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韓院長認為他是贊成 基本上我覺得不可能啦 那才會有翻盤的這個情況 那只要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清楚了 那最終應該都是 就是扣掉了盧憲義那一票之後 是4比7比47 然後由韓院長來決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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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